目前中国女排对阵日本女排的比赛已经结束 最终中国女排没有能够成功复仇 再度输给日本女排遭遇两连败 在这场比赛开始前 很多中国女排的球迷都期待球队可以一血前耻 复仇日本女排 打出好的成绩 结果谁会想到比赛开始之后 中国女排却被对手打得节节败退 中途虽然反超了比分 但最终还是没有能够乘胜追击 反而被日本女排完成双杀 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张长宁和郑义欣这几位主力队员 因为表现并不是特别高效 遭到一些球迷的质疑 从场上的表现来看 也许是中国女排这一些新老队员磨合的时间并不长 大家不是特别熟悉 有一种各打各的感觉 最终因为失误过多 输掉比赛是非常正常的 然而这场比赛 中国女排之所以输得这么糟糕 除了和队员们的配合不够之外 其实还和主教练袁智有很大的关系 根据此前媒体的报道 主教练蔡斌因为要在国内带队参加集训 所以委托助理教练袁智 担任中国女排的临时主帅 带领球队前往泰国征战比赛 可以说中国女排教练组 对这位42岁的少帅寄予厚望 就是希望他能够展现自己的带队能力 达出好成绩 然而 从这场比赛的临场指挥来看 袁智很明显没有达出应有的水平 首先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对中国女排这些队伍的整体情况 不是特别的熟悉和了解 比如张长宁作为中国女排的队长 虽然安排他担任首发是应该的 但也要知道 他作为一名29岁的老将 体能是不足以支撑打满全场 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主教练却依旧让张长宁从头打到尾 到第三局基本上都跑不动了 脚步都挪不开了 也没有把吴梦杰换上去 除此之外 这位42岁的少帅和蔡斌都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喜欢一套阵容 用到底不喜欢临时调兵前价 此次中国女排前往泰国参加比赛 一共派出了12名队员 但是从这场比赛的用人来看 除了七八名球员 上场的时间比较多之外 像徐晓婷这些年轻球员 基本上没有上场时间 这无疑是非常遗憾的 也暴露了主教练在临阵指挥上面 太过死板 回顾郎平之前带队参加比赛的时候 他会根据场上的情况 和队员们的身体状况 随时更换人员 并不会担心因为人员的替换 而导致球队输掉比赛 反倒能够出其不意 反击对手 从而取得比赛的胜利 可惜袁智并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最终 不仅让我们场上的队员非常劳累 关键是 还不能拿到比赛的胜利 打击是非常大的 如今看来 袁智作为中国女排临时主教练 能力实在太有限 感谢观看